欢迎收看今天的文切世界周报 今天从文切世界周报到文切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将以接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篇幅 为大家来报道也深入的追踪 从中国大陆到欧洲目前全世界包括新兴市场所出现的经济趋缓 或者在欧洲的经济衰退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到这个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二到这些礼拜三为止 全球陷入欧债危机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全球股灾 这波全球股灾形成的第一个因素最直接的就是欧洲的衰退 而且这次的衰退第一个是德国领头羊的衰退 德国的衰退震惊了世界的经济市场 因为即使在过去欧债危机的期间 德国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衰退情况 第二个是在过去几年在美国开始缓慢复苏之前 一直支撑着全世界这一波金融海啸里头最重要的中国大陆的经济 在最近的数据看起来都出现了趋缓 也出现了疲弱的现象 中国经济只会不断不断的往下修 中国大陆我刚特别提到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从2008年进入海啸之后 他可以说独撑着全世界的经济唯一一支独秀 他其实独撑的方法 也不是说他经济有多大的引擎力道 而是过去由于他快速崛起的整个世界工厂的 那八年里头累积了非常多的财政盈余跟外汇存底 所以他一下子寄出了4兆人民币左右的内需 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当强劲的经济成长率 在一个全球都是负成长的时刻 支撑了全球经济 没有陷入一个疯狂失速的状态 但是经过几年不断不断的刺激犯案 中国疲弱了 巨人的中国在最近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经济数字 首先呢我们过去的印象是中国最害怕的 叫做通货膨胀 中国现在最害怕的叫做通货紧缩 以前在温交榜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每天紧盯着看就是CPI 它的通膨指数不可以超过4% 经济成长率一定要高于7% 所以当时对中国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4和7这两个数字 但是现在呢中国最害怕的是通货紧缩 中国9月份它的CPI通货膨胀率呢只有1.6% 它不只是没有超过4% 你一点都不要忧虑通货膨胀 你反而要担心现在是通缩的一个状况 它创下了四年来最低的升幅 这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消费不足 而中国的物价指数持续的下滑 对全球而言呢 包括华尔街日报跟日经新闻的看法 都是凸显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在减速的现状 而华尔街日报已经预言 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的增速应该会放缓 低于第二季度的7.5%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预估可能只剩下7.2% 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数据呢 也认为虽然出口还不错 但是呢不足以拉动整个中国的经济 因为中国现在的房地产的泡沫化非常的严重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目的的报告 中国的房地产暴跌 可能让全球经济的复苏 面临非常严重的脱轨 而统计一到九月下来 全球主要的几个经济体 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都大幅减少 简单的来说 中国内部的资金不看好中国往外逃 外部的资金也不看好中国 也减少投资 甚至撤出中国迄金 北京北六环上的沙河钢材交易市场里 到处可见堆积如山的钢铁 且大多是秀吉斑斑 在里头已存放许久 这个上面写的是2012年的1月份 那么也就是说这批钢材在这儿 大概已经存放了将近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市场里存放的多是建筑用的螺纹钢 翻映了大陆房市的不景气 现在就因为市场搭环境不太好 房地产商开工量也不足 造成库存也比较大 造成消化库存就比较慢 北京沙河市场并非特立 上海宝山的一处仓库 成堆的钢板都排到门口外 而外运钢材的码头冷冷清清 大陆钢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 钢铁行业的供求关系 严重攻打一球 而企业之间是一个无序的竞争 也就是主要通过打拼价格来竞争 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相比 我们堆钢的钢材价格下伏了310多块钱 目前大陆市场上的出钢价格 已跌到每顿3000多块人民币 相当于一斤才一块多 和北京超市里卖的白菜差不多了 回旧原因还在于投资需求的不足 今年1到7月份 大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年比下降了1.6% 房屋新开工面积更下降了12.8% 而与钢铁相关的下游产业 如电机机械汽车等行业 同样是增速回落 这都对钢铁这原材料的需求锐减 另一个说明需求萎缩产能过剩的情况 是大陆官方在本周陆续公布的 9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通胀指数CPI增幅回到1字头 9月微幅上涨1.6% 创4年以来新低 此外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回落到负的1.8% 是连续31个月的负成长 CPI持续两年多的下跌 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 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 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增长在减弱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供给侧来说 由于前些年工业投资增长过快 形成了比较多的产能过剩 抑制了这些工业品价格的上涨 通胀低位徘徊 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 稍找的一些外资报告就警告 大陆已出现30年前日本的通货指数 而9月份的数字一出炉 对于下周将公布的第三季经济增长 市场都暴持悲观 各大外资投行纷纷调降预测 汇丰的估值为7.3% 瑞银是7.1% 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巴克莱 还双双将整年的GDP增速 调降到7.2% 远低于官方7.5%的目标 尽管大陆总理李克强 在许多场合能一再强调 当前的任务在于结构调整 但从微刺激到强刺激 都一再凸显大陆官方的压力 大陆人民银行在14号进行 14天起200亿人民币的正回购 利率则调降至3.4% 这是今年7月中以来 第三次的货币市场公开操作 利率更是创三年半以来新低 人行密集干预的 还有近来人民币的外汇市场 和利率走低背道而驰的是 人民币走强的趋势 及其市场近来在盘末都有 大户交割拉抬 加上人行公告中间价配合 16号大涨60个集点 升破6.14关口 积极汇率跟着走高 触及6.1209创9个月来新高 大陆官方似乎在做多人民币 营造升值的市场氛围 避免资金 因不佳的经济数据而外流 然而房地产政策的转向 似乎才是挽救这波经济增长 颓势市场上最期待的措施 从7月起 除一线的北上广深 几乎所有实行限购的城市 都陆续解禁 大陆人行还以新房贷政策配合 只要缴完第一套房的房贷 买第二套房的贷款 可享受和第一套房 一样的优惠利率 解禁限购 加上新房贷政策 让一些潜在的购房者 一改过去的观望 又逐渐浮出水面 如在四川成都 10月份的新增看房客源量 比9月暴增9成以上 这次政策的最大作用 实际是让消费信心得以恢复 那么这一点 对于之前的观望的客户来说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从目前市场的一个反应来看的话 购房者还是 购房的一个情绪来看的话 还是有所改善的 我相信就是说 随着这个政策 稀者的一个落实的话 成交量应该较第三季度 有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我觉得10%到20%的一个增长 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 大陆2013年房地产投资 占GDP比重 达16% 然而两倍的关联 产业拉动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带动 作用高达24.1% 而一般预料 房地产政策的转向 效应将在第四季显现 大陆官方是独拉尾牌 但能够挽救 增速下滑的囤势 还有待观察 而我们刚刚特别谈到 中国大陆作为从2008年 美国发生了 华尔街金融海啸 后面欧洲发生了 欧债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 独撑了全球的经济 现在这个巨人 也开始疲惫了 那么一个问题 就是消费不足 刚才我们看到 通过膨胀率 居然建了一字头 另外一个就是 生产的产能过剩 我们刚刚看到说 钢铁的价格 已经叫做白菜价格 因为叫钢白菜 在这个情况里头 面对产能过剩 大陆另外一个做法 除了在房地产里头 让很多原来的住房政策 买房的政策 可以松绑之外 另外就是一个将它的高铁输出 高铁输出呢 不只是外交的意涵 很多人以为它是为了展现它的大国 其实更深层的意义 是产能过剩 可以把中国大陆呢 可以说是过剩的 就是跟钢铁有关的 可以输出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非洲 包括以下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俄罗斯 最近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特别到了莫斯科 在出访欧洲的时候 他也大力推销中国的高铁 那么这次呢 他是特别中俄签署了 莫斯科喀山高铁合作备忘路 那么这块这条路呢 莫斯科到喀山这个地方呢 等于是北京到莫斯科高铁的先导客程 也就是先盖一个 从莫斯科到喀山的路段 那么最后呢 再深地连接到中俄两边的首都 从莫斯科直接到北京 那么这条路线最终研制到北京 建构所谓的最重要的 两国之间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 那么这两地的路程 原来的铁路是要六天 如果将来完成高铁的话 长达七千公里的高速铁路 只要两天就可以从莫斯科到北京 我可以对他来看一下 相机的高速铁路 我可以对我来看